每年到了5月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千万不能忘记 那就是报税 不只个人要缴税 企业、公司、行号 也要依法申报 虽然台湾的税收 近年来屡屡创下了新高 台湾政府有稳定的 裁员收入可以运用 但实际上 台湾的税制 在设计上 存在着许多问题 不仅没有办法 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跟造成了许多 社会不公的现象 今天的出乎预料 就要来告诉你 台湾屡屡创高的税收 都是谁付的 台湾的税制 究竟有哪些问题 需要解决 哪些税早就不该征收 哪些税又应该要提高税率 来避免资产阶级 偿付其中呢 在讨论税制该如何改之前 我们先来厘清一下 台湾的税金 到底都有谁在缴 以个人所得税来看 前10%的人 总共贡献了80%的税收 而有一半的人 仅贡献了2%的税金收入 然而若是以另一项指标 有效税率来看的话 实际上高所得族群的有效税率 相较于过去反而降低了 中等收入以及低收入族群的有效税率 却往上增加了 什么是有效税率呢 有效税率就是要缴纳的税 除以总所得 是真正代表租税负担的指标 另一方面 有效税率反映出受薪阶级的缴税样貌 却没有办法知道资产阶级的缴税情况 而这些资产阶级真正的收入来源 多数是资产收入 比如说房屋 土地买卖 又或者是鼓励所得 但这些项目却都不是 综合所得税可以刻增到的项目 而且不管是房屋税 地价税的累进税率 相较于综合所得税 都是相当的轻微 造成了高所得的族群的有效税率 比平均税率或理想上的累进制度下 实际刻到的税还要低 除了个人所得外 公司行号的营业所得也有类似的情况 不到1%的盈利事业 负担了超过75%的税收 若比较2023年度公司行号的 营业所得税的排行与资产总额 也会发现 缴纳营业所得税最多的台积电 反而比富邦、零元等这些持有资产来得少 不管是个人或是公司行号的缴税状况 都显示出来 我们大部分的税金都是由少数人来缴纳的 看起来达到了劫富、季贫、财税分配 但是当税收高度仰赖极少数人的贡献的时候 反而是对财政文件的一个很大的简讯 一直以来 台湾的租税负担率长期偏低 在课税的比重上 所得税比重超过一半 等于是受限阶级负担的国家超过一半的租税 台湾很快就会进入到高龄化的社会 社会福利的支出 可以预见会大幅的增加 如果不提高租税负担率 假设遇到经济不景气整体税收降低的情况 政府的财政势必就会面临到负债 既然知道了问题 那应该要怎么改呢? 首先我们把问题分成 不合理的税收和每刻到的税两个部分 不合理的税有哪些呢? 例如时代力量一直主张应该要废除的 娱乐税 娱乐税制定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不要只顾玩乐而忘了本业 但是放到现在来看 根本就是不合理 反而造成了民众或娱乐产业的耗损 虽然中央已经宣示 即将要修法来调降各项娱乐税率的上限 地方政府可以自主调整 然而大部分的地方政府 目前课征的娱乐税税率 本来就不及上限 如果不是直接废除 又或者是调降到有效的程度 修法的象征意义 还是远大或实质意义 甚至也有学者指出 更应该借此修法的机会 让娱乐税从把定地方税改成地方自主性地方税 让各地方政府可以依照自身的娱乐产业发展规划 来自行决定娱乐税的课征与否和幅度等等 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自治的能力 另一个则是进口车的高税率 目前进口车的关税高达17.5% 而户务税高达25% 原因是希望能够保护本土产业的发展 并且防止奢侈浪费 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 这些原先立法的原因早就不存在了 应该要好好讨论是否废除或调降 再来则是客不到税的部分 首要目标当然是时代力量一直在呼吁的 房屋税、地价税、土地增值税 应该要修制达到有效的课征 不论是随着房屋平定的限制来计算的房屋税 又或者是以公告限制及地价开征的 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 都是远低于市况行情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的资产阶级 会选择投资土地和房地产 这不只是可以快速的累积财富 又能够有效的避税 因此除了修法提高累进税率的程度之外 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建价的行政效能 缩小市价和平地公告价格的差距 一方面能够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 另一方面也能够减少屯地屯房 促进居住争议平不平等 还有像是汽机车的燃料税 应该要由随车征收改为随油征收 针对实际使用的状况来课税 才不会变成用的越多反而省的越多的状况 收入的部分讨论完了 再来我们要来讨论盈余的部分 过去几年台湾受惠与科技业的蓬勃发产 税收的总额屡屡创下的新高 也几乎是年年超征 而这些超征的税收 目前该如何运用 却没有一部完整的法源根据 依照财政部的说明 这些超征的税金应该要依照以下三点来进行使用 第一纯留于国库成为税计剩余 以供未来预算裁员调度使用 简单来说就是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第二则是超征的税收用于降低当年度总预算 和特别预算所需要举债的数额 也就是补贴支出避免借更多的钱 最后则是部分超征所得的税收可能用于增加债务还本 也就是拿来还钱 但是这些超征的税收就像是突然捡到的钱 其实是不受立法院监督的 因此行政机关可以不依照预算法的规范来使用 就形成了财政纪律的缺口 就像是2022年的税收超征了4900亿元 行政部门没有选择上述的三项准则来使用 而是选择了全民普发6000元的现金 人人有讲大家当然都很开心啊 但是此例一开如同了打开潘朵拉的盒子一样 只要每年有超征就要再问一次 要不要发现金 所以啊时代力量主张应该要订立超征 或是短征的标准流程和规范 来健全财政制度 避免行政单位滥用不受立法机关监督的预算 缴税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的政府 有稳定的裁员可以妥善运用 更重要的是要达到 劫富祭品所得重分配的效果 然而纵观台湾过去的所得重分配 9成是来自于社会福利的补贴 只有一成是来自税收 等于我们只有做到祭品劫富却没有做好 便宜了有钱人 而台湾科技业的容景也并非永不改变 产业的反转往往就在一夕之间 假如不先为与筹谋改善台湾的税制 以及财政体质的话 当真的遇到大环境的不景气 产业轮动的时候 才想要来改革就来不及了 你也支持税制改革吗? 你希望台湾的税制要怎么改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喔 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也别忘了按赞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应该要借着这次修法的机会 让娱乐 谁啊 甚至有让娱乐睡 供未来的预算财政 供未来预算财源掉 供未来预算财源条 调度